字幕志祟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賴 今天呢 睽違了三年 我終於要開箱我的新家了 沒錯 現在呢 人就是站在我新家 因為剛剛裝潢好 然後我就想說 趁我東西完全搬進來之前 趕快來開給你們看 因為可能就是最美的 RIWho 처음就是在這 那首先呢我先來講一下 我現在買的房子是在 新莊區 這次的裝潢呢花了 兩百萬 很多小巧思 因為其實我室內是十八瓶而已 因為大家都跟我裝潢的故事嘛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們 我的牆 當時是全部被拆掉的 所以我現在做了清格今天把它補起來 這次特別天花板的部分 到時候大家可以看 因為我天花板這次是走完全是 我一進門我的天花板 是全部是要平行一條線的 對 這次我特別設計 因為其實當時進來的時候 鍵箱有附星風機嘛 所以它已經是有裸露在外面的 跟我的廚房的上面的廚具是 它的管線也是都在外面的 所以特別我就把它往下壓一點點 把所有的牆壁一直線 好那現在就來大家參觀我的客廳 首先一進門呢 大家想說我的鞋子要放哪邊 來 這邊就是一個鞋櫃 對 因為我這次全部家裡都是 釘織系統櫃這樣子 那我這個鞋櫃很酷 你們可以看一下 來 我先拿開 這個系統櫃想說 哇 怎麼可能鞋子這麼少 來 這是有一個選機的 來 它就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旋轉的 這是一個旋轉 所以它其實兩面可以放 比如說這一面放上 就是這樣子放 然後這邊還可以再放另外一側 對 它可以增加的空間 因為你知道平數太小 沒有辦法放太多鞋子 所以這次在搬家 我就是要篩選掉一些鞋子 對 所以這個設計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就是一個旋轉的鞋 各位就在一開始的地方 然後下面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來來來 其實非常的低 非常低 因為下面還有一點縫隙嘛 就比如說有時候 你真的剛出門回來 對不對 你可能鞋子不想馬上放在裡面 你就可以放在下面 然後或是一些掃地機器的家 你可以放在下面這樣子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 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還蠻有意思的 因為這個為什麼放一個大鏡子呢 來 一個小巧思 因為這邊是變電箱 對 這邊是變電箱 因為真的它就蓋在這邊 很難把它閉掉 所以呢 設計師當時就是設計一個 因為反正這是磁鐵嘛 我們就做一個直系式的鏡子 直接把它藏起來 所以你進來的時候 哇 你完全看不到我的變電箱在那邊 但是其實 你這樣 哇 對 而且這個還蠻厲害的 是 你站在那邊的話 你會覺得 視覺上稍微大一點點 因為鏡子會反射我們的格局 對 這是當時 設計的一個小巧思 好 接下來我們就走走走走走 好 我們先來介紹這個電視牆 來這個電視牆呢 當時就是被拆掉的一部分 對 對 對 這樣 這個牆完全是全部蓋出來的 這個是 用特殊顏料漆出來的 因為當時想說 我先講一下 因為當時跟設計師討論的風格 我們看了很多不同的風格 最後選擇是 差跡風 本來是 無印風啊 北歐風啊 然後跟那個 蠶風 在選擇 我還找了很多 Jopandic的風格 然後反正最後 選擇差跡風 是有一點 蠶翼的感覺 再加上 比較 北歐風的混合 所以它是有點 中間中間 要長不長 要北歐不北歐的感覺 對 所以呢 那時候我就選擇 用一個比較 特殊塗料的感覺 塗在這個大牆壁上 然後放了這個電視 來這個電視也很特別 這個電視呢是 我原本買了一台 70寸的電視 可是因為當時設計師覺得 我的沙發跟我的電視的距離 其實還蠻近的 所以70寸會 有點壓迫感 然後大家還記得 我在五間勤的尾牙 抽到了一台電視嗎 就是這樣 請感謝風澤 感謝風澤的贊助 就剛好真的抽到了 然後我想說 那55寸OK嗎 那就是55寸 剛剛好特別訂製 55寸的框框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的東西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當時在跟設計師討論的時候呢 就是主要就是 收納收納收納 給我無限的櫃子收納 然後這個 原本當時在設計的時候 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這時候我就 就是請設計師幫我 挖這兩個洞出來 對 這櫃子是可以 比如說放一些電器類啊 或是放一些真的 線路有什麼東西 因為我剛剛 等一下還有一個小小子 再跟你們講在那邊 然後如果你比如說 有些人想PS5啊 PS4啊 你就是可以挖在這邊 可以放在這邊 因為這邊呢 有挖了一個洞 就是如果你要裝什麼MOD 或是你要裝什麼WiFi盒 你機台可以放後面 線路可以直接從後面那個洞 穿過來 所以其實這邊 基本上 你會看不太到線路 所以它就是一個非常 乾淨整潔的設計 好 接下來來帶到這個沙發 我跟你講說這個沙發真的是 非常的完美 因為我看到這個家呢 我就是設定 因為我本人是一個不愛穿鞋子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設計呢 非常的好 因為為什麼會選這個沙發 因為第一個是 因為我想我的家裡呈現一個比較 灰灰奶奶 就奶灰感的感覺 所以在沙發的選用就是 頂多就是木頭色啊 灰色啊 奶茶色 那剛好棉豆腐 有出了這個沙發 然後就剛好出了這個 我很喜歡的顏色 然後他們這邊有很貼心 是他們有提供沙發家常的服務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這個座位置 比較長 它已經超出了這個扁扁了 然後他們就是說 欸這個家常做起來非常的爽 真的非常爽 因為你看 我看電視我可以直接這樣 跪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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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它很厲害 因為它這個我選的是230公分 因為我牆壁真的很有限 所以它其實真的可以當一張床 因為它 因為我們人沒有230嘛 然後它真的是 因為它用的東西 跟它的床墊是一樣的 所以 我這個躺起來真的是 我在 懂那些電影 就是看電視看到睡覺 是什麼樣的程度 我以後就是可以這樣 而且這個床面 它的厚度 它加寬到多少呢 就是一個單人床的大小 打開 有沒有 打開看一下 它這個厚度就是一個單人床 所以 真的 朋友來睡 睡沙發 非常的完美 因為它的大小真的 你不會掉出去 對 然後 後面這個畫呢 是設計師先借我的 反正就做這個牆面嘛 那這個牆面是說 可以給我掛畫呀 可以給我畫一些 喜歡的裝飾品 然後它是借我的這兩副 因為我發現我今天要辦開箱 所以他就先借我這兩副 但到時候就是會還它這樣子 所以就 還蠻美的 這個空間還蠻舒服的 然後整個 顏色阿 整個光頭阿 我就是不想要太 白色 對 所以它是有一點黃色 但是很酷的是 因為我現在那個網路還沒有裝 那我網路裝好的話 它是有三段變色的 就是我如果今天要拍什麼業配 OK 我可以切成白燈 那如果想要溫暖一點 我可以切成黃燈 對 這是一個非常小的客廳 然後來 再給我介紹一下 這個燈呢 來這個燈呢 個人覺得非常的巧妙 因為那時候我在找燈具的時候 因為我家空間有限嘛 所以燈具其實也不能用太多 所以整個客廳 除了我們自己做的砍燈跟調燈之外 這個燈具也是相當的配樂 因為它就是非常的特別嘛 然後是金色跟黑色 剛好跟我的電視場也有搭到 對 這邊感謝迪克利的燈具 如果大家喜歡比較特別的燈具 可以上網搜尋 迪克利 那這個燈還蠻特別的 你看 它怎麼開 不知道怎麼開 來 這樣 來 而且它 因為我為什麼會選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燈源非常的聚集 就是它其實可以調它的那個桶料 很像妳知道 很像畫廊的 妳知道 妳可以 我想要照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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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它是可以調你的方向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的符合我的家 而且整個在我的客廳裡 它的顏色也不突兀 對 我人生沒有在這麼care 我人生配色過 因為大家知道我以前住的房間 垃圾差 對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這個家可以維持到什麼程度 但是我覺得這個還蠻特別是 因為設計師其實也算是熟知我啦 也來過我以前的家 所以它大概設計出這種感覺 我覺得也蠻ok的 然後我覺得大家可以再看一下這個沙發的燈 就是我們本來內啃的燈 大家可以往上看 它是啃在這個圓弧形的縫縫裡 對 因為大家知道我的家做了很多圓弧形嗎 因為圓弧形大家目光算錢就是比較貴一點點 但是因為它砍在這個裡面 就是它沒有在頭這邊 所以它的燈圓其實還蠻柔和的 就你坐在這邊 你不會覺得好吃好吃 不會不會 好 那我們客廳 是不是講得非常的細緻 因為我知道很多 很多人開箱就是 跟不懂我裝了什麼 因為我是一個控制力很強的人 所以我完全 而且我是超級愛監工的 而且我都是走一個突如其來 我都會在樓下說 我要上去了 就是不准給我偷懶這樣 好這個燈剛剛也沒介紹 因為我們這次家裡做很多燈條式的 就是你看我這個牆壁 這邊這個燈條 這個也是網路控制的 它可以變色 對 但因為現在網路還沒有接 所以就先這樣介紹 好再接下來往這邊走 來這邊呢是一個非常 真的走兩個路就到 就是一個小餐廳 小餐廳 對於它真的很小 因為我就是只有買了一個 小圓桌 跟兩個椅子 跟這個迪克利的燈 因為迪克利這次 給我很多不同的燈具 那我這次就是想說 這邊就是需要一個吊燈 你看 我在這邊做文書的時候 非常的非常的溫馨 而且它面對鏡子 而且我跟你講 我們這樣採光 因為我不想拍到窗窗 你叫我這邊 我們這個採光呢 天亮是完全可以照進來的 所以就是採光非常的好 我在這邊剪片啊 做東西就是 心情非常的愉悅 對 很愉悅 然後這次還蠻酷的是 你看 到時候你們可以知道 因為這個 這格 這格呢 是我特別跟設計師說 這格我要放 子男公金金母 對 因為子男公金金母的燈呢 那個金金就是要24小時都有燈光 所以呢 這一塊 獨立的喔 就是這一格 它的燈光是獨立的 就是獨立的 因為其他 其他坎燈是長 就是同一個開關 就是其他是一起的 對 always 這個是 solo 然後這個燈呢 它就是這個 這盞燈 所以就是非常的巧妙 那你 反正我覺得 大家在設計房子 比如說燈啊 什麼什麼 你這兩個設計師討論好 因為這個是 我討論好之後 他才把這個格 格開的 不然其實原本是長一樣的 對 然後 接下來就看廚房 因為其實廚房是建商 當時就有送的啦 那 他就也沒辦法動 就是講這樣 那我剛剛說 這一塊啦 這一塊是後面蓋出來的 因為原本這個 這個抽油煙 對 它原本 它是外露出來的 所以 我如果不把它擋起來 它這邊是 蠻稠的其實 對 但是現在蓋起來 其實你就看不出來 然後原本新風機是在這邊 對 新風機的功能 原本它好像就是把 等於是空氣對流 但是 不太像冷熱交換器 我不太確定它 確切的功能怎麼樣 反正 原本就有一台新風機 在這邊外露 所以我們也是把它藏起來 然後只是有 弄一個微小孔 在這邊 然後這邊的櫃子 其實就 沒怎樣 好來 現在就是缺一個銀水機了 各位唱 銀水機 這邊沒有銀水機 哈哈 因為他們沒有送銀水機 對 所以我這個流理台 就是沒有銀水機 那就是看來的 我要自己賣的是 有張家那種 Donate 對 然後 還有這個就是 因為這個櫃子 是本來就有的嘛 然後剩下 其實我 這個牆是我們蓋出來的 這個 因為想說跟門 有做一個隔間嘛 那剩下的縫就是能放冰箱 那這台冰箱 是我在網路上 找到 這個體積 算小冰箱 容量最大的 它就是非常的 很多格 很多格 我只能說日系品牌 他們的隔間做得非常好 就是可以放很多東西 對 然後這就是我的客廳 緊接著 大家去看我的廁所囉 我這次的廁所跟床 全部都是做 隱藏門 這算隱藏門吧 就是 反正就是沒有縫的這樣 想要 那它是一條線成型 好 現在來大家進入我的廁所 我個人 覺得我廁所非常的漂亮 因為 兩間 我做不同風格 給大家看第一間 客浴的部分 客測 客測 好 因為其實十方品嘛 我廁所真的也很有閒 對 反正就是這麼的小巧思 對 但是 裡面所有的 比如說 臉盆啊 櫃子啊 把筒啊 全部都是OVO 經典衛浴的 那我覺得OVO經典衛浴呢 它非常的好 是因為 它的款式跟種類都非常的多 它的東西都可以定做 我給你看兩間廁所 它們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好 你們可以側面看一下 因為這次的鏡子呢 它完全是定制我的尺寸 然後 它就是 你知道 非常 多櫃子 因為你知道 我本人就是 東西很多這樣 它已經吸到 比如說像這個 琉璃台的紋路啊 材質啊 顏色 通通都可以選 水龍頭 也都可以選 款式也都可以選 你們可以去它的 直銀店面 就是可以看 因為它就是比較 很直接 可以看到最多最多的東西 我跟你講它櫃子很厲害是 你可以選擇 你要切成幾格 喔 對 就是它不是說 我今天這一款一大格 沒有沒有沒有 你可以說 那我這邊可以切成兩個 等一下下一天就是切成兩個 可以直接給你們看 好 這個櫃子呢 當然很酷是 它的側面有挖一個洞 就是你可以把 衛生紙 放在裡面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 是專門放衛生紙 所以你在大便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這樣抽 你可以這樣抽 就是非常的方便 那因為 為什麼會選Ovio呢 因為我當時被Ovio的 經典位於的 廁所的馬桶給吸引 這個馬桶呢 非常的酷 因為一般來說 就是有些馬桶是 站在這邊 它會自己這樣翻起來嗎 No 這個是 腳觸式馬桶 你看 我這樣腳的 放在這 來蓋起來 就自動沖水 好反正 來自動沖 有沒有 這個他們也有負責搭 就是他們有幫我做 那個乾濕分離的部分 然後他們的東西還蠻不錯 是 就他們的這個桿子啊 也是可以選顏色 來特別講一下我這個磁磚 大家知道我廁所的一個災難吧 因為就是當時 跟設計師溝通有點問題 所以原本建商其實有附防水跟磁磚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是全部都沒有做的 所以我就嚇死 就是這邊就是一片水泥 這次的磁磚就是選用進口磁磚 這個是燒搖片 就是綠色的燒搖片 原本不是這個東西 但是我去那個磁磚店看的時候 我就深深就是為了這個綠色的燒搖片所吸引 所以我就選擇了這個綠色的燒搖片 地板也是進口的磁磚 對就是非常的好磨跟厲害 好 再來是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現在廁所都一定要裝這個暖風機 那因為OVIO他們的暖風機就是 就是讓你的廁所快速乾燥 就是比較不會磁磚勝水啊 因為我有去我朋友家嘛 那我原本想說我家地門可以塗那種 黃水塗料 就是不要用磁磚的 就用防水塗料 可是因為防水塗料 在我朋友住了兩年的 實用心的是 防水塗料要容易滲水 然後因為他們家就是滲水之後 他必須把地板整個全部從挖 所以才可以把那個滲水的東西處理好 所以當時我為什麼要選磁磚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不選防水塗料 該選磁磚 但是磁磚真的就比防水塗料貴 所以在這邊還是建議大家 就是不要為了省錢用防水塗料 雖然防水塗料真的很美 好 這是第一間廁所 帶大家去第二間廁所 現在來到我主臥室的廁所 廁所 對 來 好 首先呢一樣 就是他的櫃子一樣都是可以定制的 那因為這個鏡子是可以移動式的 當時選這個的原因是因為 主墨是我自己在用的 所以他不用把東西都藏起來 所以就OK 然後這一次呢 這個版面我就選的比較太金塊 對就是比較太金塊 然後這個磁磚就跟外面不同 因為外面是布紋 這個是磁磚 所以 這個都是你可以選的 你可以自由搭配 好 剛剛說一個嘛 來這邊直接切成兩個 這邊是兩個 因為我個人主我可能東西會比較多 所以我就想說要切成兩個 對 然後一樣呢 這邊就是交錯碼頭 比較酷的是 衛生紙就放這 這裡 這個 所以你衛生紙就一包在這裡 因為 給阿福人女同學 直接抽 直接抽 對 這些都是有量過這個距離的部分 來這邊的領域設備 又也是不太一樣的喔 來這個也是可以顯示溫度 所以他的 呃 領域的設備還蠻 可以多選擇 比如說 你這個太金啊 你這邊就可以 好 它開始流了 好 它就是可以搭配你的顏色 比如說太金塊 我連這個曬印乾 就是放毛巾的 也都是選太金塊的 就你可以搭配 然後 這個瓷瓷我個人也是非常的喜歡 它是三種不同 紋路的白瓷瓷 去切成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種 不同的 不同的 反正進口瓷瓷都非常的貴 這可能一瓶好像要 九千到一萬塊左右 我當時覺得 我想要跟客廁做的比較 不一樣的風格 這間就是純白系列 純愛教職 那邊就是 比較 野心派 野獸派的感覺 我希望來我家的人 都可以變成一頭野獸 進來就是純愛教職 好 對 然後這邊就是我的 主臥室 這就是兩間廁所 非常不一樣的風格 那馬桶一樣 都是腳廚室的 對 觀眾你們會覺得 哪一個主題比較喜歡呢 野獸派還是純愛教職 現在跟大家介紹我這個地板 因為這個地板的顏色 是我真的挑了非常久 對 這邊地板就是來自法國阿爾薩斯的 701號色 為什麼會選701號色呢 因為那邊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然後他們的木地板比較酷 是他們都是仿木紋的 所以它就是會有木紋的樣子 就是它每一片都是 不是有一個同一個形狀的 就是它有一個木紋的紋度 可是它不是這麼的深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仿真 所以我到時候 當時就選了這一家的木地板 然後原本我設計師畫的圖 是希望我選 深咖啡色 對 可是因為後來 當我要再選的那一刻 我的很多朋友都威脅我說 老人才用深色 老人才用深色 然後我想說 真的假的老人才用深色 然後後來我就去那邊 選了非常多不同的顏色 都是淺色嘛 然後到最後 我選了這個 701號色 然後它就是有一點 比較白灰白灰接的 對然後因為 很多木地板可能就是 有8AM的跟12AM的 那我這一次是選8AM的 對那因為怕12AM的 板材比較厚 我怕我的那個門板會卡到 所以我這次就選8AM的 701號色 非常的舒服 而且就是坐在這邊 完全可以不用穿鞋這樣 滑滑滑滑 而且你會發現我的地板 顏色跟我的沙發 幾乎是在同一個顏色的感覺 所以這個地板我個人 非常的滿意 好 緊接著呢 要帶大家看到我的房間囉 跟我的更衣室